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台湾地图当作外形 中间布满花朵的烟火 是这次花博烟火表演里面最特别 难度也最高的一场秀 我们运用这个油压这个装置 因为它只有一根停杆 要如何保持平衡 让它能够顺利的停举起来 然后不会晃也不会倾倒 这需要非常精密的去计算它整个结构的力量 烟火到时候会先平躺在淡水河上 再缓缓上升 直到整个台湾变成垂直立起来 象征着台湾起飞 会从台湾的旁边外围先亮起它的那个字幕 然后呢 接着它升起以后会看到花博的logo 在北部所呈现一个花博logo 表示花博在台北一个展开 那接着会点燃起台湾 台湾岛中的所有花朵的一个形状 工人把握最后时间 一个环节都不敢出错 就是想让花博开幕留下美丽的记录 中间新闻李明当丁信 台北费长报导 好这个烟火从大家的这个沿岸呢 这个大家河滨 一直放到这个大稻城 围棋是60分钟 11万发的烟火 是全台湾游戏来规模最大 势必是很有看头的 但是呢 除了这个烟火之外 您知道吗 从明天登场的这个台北花博呢 是持续到明年的4月25号 那每天早上呢 是9点钟开门 那么10点钟 那么结束 当然呢 我们要来看看 究竟在这个里面呢 你要如何呢 是一方面 可能有人是选择看看热闹 但是也要看看门道 好马上来介绍 今天节目现场的几位来宾 左手边第一位是资深导游 林隆 欢迎你 好 继续我们请到 还是这个国民党立委 蔡正元 还有媒体工作者黄光晴 另外还有花博故事馆的策展顾问 叶延督先生 您好叶顾问 大家好 好当然了 这个今天我们就要来先从这个蔡委员来 请您来说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花博呢 其实在还没有正式开幕之前 陆陆续续呢 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民众啦 甚至包括像是民意代表 也都有机会可以去先去 看一看 感受一下花博 那蔡委员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先说到这一次呢 如果你要逛花博的话 一天大概很难 全部通通逛完 为什么呢 除非你是走马看花 都是拍这个到此一有照 否则的话呢 如果你要进去 连展览馆都要去看的话呢 真的一天是逛不完的 我们看到这整个展区 大概分为这几块 如果我们讲四个区块的话 大概是左边这边呢 是圆山的圆区 圆山圆区 中间美术圆区 右边新生圆区 然后到最上面那一块 是大家河滨公园区 那这个讲实在话 这个需要很大的这个体力 蔡委员你上次去逛的时候 你大概逛了哪一些 然后是不是就已经 非常的疲倦了很累 我那个时候花了将近半天的时间 那么应邀去参观 当时参观的对象 就是所谓的新生公园区 我们在园区里面 还平常讲还坐了一点车子 要不然纯粹用走路的话 可能一半个半天 也不一定走得完 那这里面除了这整个 很漂亮的这个 所谓的花木浮书 那个草皮等等 还有就是养生馆 这个所谓的梦想馆 天子生活馆 未来馆 我要郑重推荐就是花茶店 因为这个花茶店的区块里面 本来就有些林安泰古厕 在那一边 昨天服装秀的那个地点 对对对 其实最早在那边提意见的时候 这边办服装秀是我 我去参观的时候 这个地方很适合办服装秀 那马上文倩就把他告诉 某些人赶快来办 他抢你的铁子 不是我提议而已 我说还可以办汽车展 因为古典跟现代来做个交叉 是非常有这个一种所谓的 感染群众的效力在里面 它本来在林安泰古厕是旧的建筑物 可是它旁边新盖了一批 完全是敏市建筑 在敏南市的建筑的风格的 因为敏南市的建筑 是没有用钉子的木头砍木头的 那敏南市建筑是没有人盖两层楼 这厂市用现代工学把它盖出两层楼 所以里面的整个风格让我很感动 因为以前我们跑到大陆上 旅游团都带我们去 他们旅游团带我们去看什么苏州庭园 我们就说苏州怎么那么了不起 杭州田园哇杭州了不起 上海田园了不起 我突然发现说我们敏南也不错啊 所以让感动力很强 特别是它整个里面的工法 又又都用传统的工法 老书不好找 所以表面上叫做花茶电视 这样就看敏南古厕 特别是对这些古厕有兴趣的人 对台湾的历史文化有兴趣的人 应该在这边都走动走动 看一看我们祖先是怎么盖房子 另外还其实像未来馆 还有梦想馆 对这里面的未来馆 然后特别是这个未来馆里面 它上面用所谓的最新的绿建筑的概念 去做 所以它的整个空调系统的节能的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那些 随着各个台湾的各个不同所谓海拔高度 比如最冷的地方的植物是什么 比较平原地区的植物是什么 我们平常要看这么多植物 大概从玉山的山脚下走到玉山的山顶上 现在不用 现在只要在上面爬几个阶梯 就可以看到各个不同的植物 就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 而且很值得大家去看了 还有这些梦想馆 然后的天植树馆里面 刚才像刚才这个他有带的 这个是我们台湾工业研究院做的 做了一个所谓机械花的一个机械锁边 不要看这个东西 这个是高科技的东西 那是纸 它除了纸以外 用机械锁背 等于说机器人 用机器锁背在里面 用电脑控制 让这个花开 花盒那种感觉 觉得说我们一点都不输给 上海办事博很多管里面的一些 一些所谓的科技设备 所以用的非常的理想 所以我想整个新生工业 我特别郑重推介 北京如果没看 这间一定要看 所以一定要看 其实这个梦想馆是最热门 大热门 所以有人就建议就是说 你其实一早 如果他一开门了 九点钟呢 你一进去要先去什么 先去预约 所以你们还有鸡米的剧场 特别喜欢一些漫画 鸡米的作品 对 一天好像只有能够 4000个人进去的样子 可能到时候拍的 还是拍的很辛苦的 是啊 这个我补一下图片 我帮蔡云补一下图片 除了刚刚讲这个机械 这个花朵会盛开 那还有这个 这就是梦想馆 它是有一个3D 一个花卉的一个展示 对 那这就是刚刚讲 林安泰古座花茶店 那个古色古香的那个步道 那这边有一个花枝隧道 它会连结两个区 一个是美术公园区 另外一个新生公园区 对 这整个 这梦想馆是这次 听说是最抢手的 最热门的一个展区 是啊的确是这样 玲瓏你去看了哪一些 我看了 除了馆没有看之外 其余都看了 不过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为什么有些人 他就是实在是 没有那个耐心去排队 然后呢 有的他是跟着什么 他跟着行程走的 有没有 现在其实都有在推那种套票 然后就跟着行程走 他可能只有短短的几个钟头 那怎么逛呢 你要真的去排一个馆的话 可能就要排很久 所以呢 干脆就是通通都是在外面 跟这些很美丽的花卉一起拍照 所以你是要提供给大家 最好的拍摄景点吗 对 因为我的计划是这样 还没有收门票 我先 第一次先去掃一次之后呢 我 心里有数了 我要跟观众朋友讲 花博 你不是仔细看一次 两次三次 你一定要分开来玩 如果分开玩 你可以众人食材火焰高 团结力量大 大家焦焦的 你老顺坐楼下 老母坐阿爸 整天虚虚虚拔我 我帮你拍你帮我拍我 一群好朋友 在美丽的花博的见证下 我们一起共同血历史 大概整天的 然后你也可以两个人 小两口 或是像我那两个腿 我跟你講 我就是跟两个腿 腿 就算两个腿共腿的进去 结果 在这么阳刚的两个腿共腿 看到这么样争取 谈起心事来了 谈起过去 男人都会谈起家庭 哎呦 要经营家庭 要经营老婆 有时候要做 要让我如何处理 看到花楼竟然是 眼睛不是在看花楼 两个人在谈心了 后来我走完一趟之后 我深深的体会 我要多一点时间 自己一个人再去 因为有一些的布景 有一些的装饰 都有每一个创作者 他的本意 为什么这个流水 他用枯枝之后 代表流水之后 又黄色的花 他在形容些什么 那是夸张之美 还是后现代之美 那旁边有多说明解释吗 没有 都没有 完全让你自由欣赏创作 他有艺术创作 我们看的人就欣赏创作 你什么心态 什么样的年纪 常常看到的 可能就是正常的 这一个感觉 我看到的可能就是浪漫 浪会在慢慢走 在浪漫的感觉 你自己慢慢的看 你自己心下的想要看 如果两个人 走我们走 好就跟着他走 大家整天 你快点 要不然会被人情冲散 你都无法静静的看 花博里面 每一区 每一个点 都适合你静静的 慢慢的看 更适合你 无所事事的乱晃 所以说 一定要分散好几次来玩 那我先跟你讲 要怎么样子玩 来 字比较小 请你放大 这是导游的推荐行程 首先装备 装备 那花博里面有多大 你知道吗 你要穿个高跟鞋 我告诉你 你马上去 要去找那个 中医师给你瞧瞧 不会吧 你要穿布鞋 对 它花博够大 很大 排队的时候 你要站很久 好 所以说 然后衣服 很难穿 比如说现在冬天 你可能要穿外套 但是你到的 那一个 有一个管 有一个管 里面平均是5度 因为它那个是 配合那个 直度的生生态 你要去 你就要把你的棉袄 给穿出来 所以说 衣散也要 因为呢 遮阳或是说 遮椅的地方 并不是那么多 对 轻便 衣服 又遮阳 然后再来就是 怎么样子去排呢 大家都会说 花博的 展开双倍的门口 是在哪里 在岩山 岩山站那个地方 大家都进去那里 我告诉你 只有观众朋友 你看这个节目 我跟你说 不要 你到G4 就是美术馆那边 进去之后 我不知道就 冲到哪一个管 冲到梦想馆 刚刚几位大师讲 梦想馆 趕快去排队 那是新生园区啦 对 新生啦 新生那边 梦想馆 先从那边排 我跟你说 观众朋友 真相馆 一天7200张的票 拿完就没有了 然后呢 这个名人馆 这个1715 故事馆780 梦想馆4080 养生馆7220 我那次去 为什么干脆不要 我猜将近9点半吧 我要去拿梦想馆 已经排到晚上8点多了 抽那个号码牌 他就发嘛 所以说 你要先 第一个先攻击 先攻击那些馆 先去拜登 拿到票之后 你就开始去慢慢逛 有几个馆 你可以不用击 如果你真的 中南部的人 你刚才来一次两次 有一些馆你就不要 因为展览完之后 他还会放着 他继续游 你还可以不用买票再来哦 对 所以说 先这样讲一下 这是我第一阶段 跟各位报告 这感觉很像去逛 这个迪士尼啦 就是说你要先去抽 这个Fast Pass 最好还是 比如说两个三个 你去攻这个馆 然后大家在哪里集合 对对对 这倒是一个方法 团结力量大 但是说真的 就是说 有一些呢 你如果晚到 其实晚到的话 有个好处 因为门票可能会比较便宜 你最晚的 可能是傍晚5点以后 他有所谓的新光票 可是那时候 你可能只是纯粹 去欣赏夜景啦 刚刚讲到的一些热门的展馆呢 那可能呢 就要另外找时间了 好 这说到这个各个不同的馆 这个叶顾问是我们这个 花博的故事馆的策展顾问 叶顾问这个故事馆 应该是在美术园区嘛 是的 对就在北美馆的旁边嘛 对这个故事馆 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嘛 我们其实光是看到这个外观 如果是台北市民的话 应该是比较熟悉 因为是一个非常飙飙水的 一个都多式的这个建筑 是不是叶顾问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里面的看头是什么 好的 这一个建筑啊 它在台北市是非常非常 难得一见的东西啊 因为它不但是都多式的建筑 而且它是一个住人的 它不是做生意的一个地方 那你看它是在1914年 就已经盖好了 到现在它的年龄是96岁 那刚刚提到过 这是一个屋主还是一个茶商 对对对 它是由一位当年的一个台北的 大茶商叫陈朝俊先生 他盖的 那刚刚已经提到说 这个花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馆 有的是很前卫的 那当然有的就是 也应该有一点很古典 很古雅的这一类的馆 那有闽南式的风格的话 那我们这边就有英国都多式的风格 所以说 如果说是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可以看到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情 而且有一点 刚刚导游也提到了 说可能你走起路来很累 因为地方很大 可是这个故事馆 我向各位报告 绝对不会 因为故事馆是 它的那个土地面积是蛮小的 两层楼 但是呢 它里面浓缩了有700多件的展览品 换句话说 是把台湾好几位有名的收藏家 的毕生和心血所系 通通都放在这个这么小的地方 来给大家看 这里面也包括名人歌手张信哲 对不对 有的 他也借了不少的古董 真的是不少东西 您要不要介绍一下 这个里面 到底有哪一些这个很珍贵的古董 好 那我来先给大家看一看 例如说 这个有 这里有一台钢琴 这个钢琴呢 是亚马哈牌的 那但是呢 这个亚马哈牌的钢琴呢 它本身也有 它本身也有大概100岁 这是这个台湾山叶的谢董事长 它特别 那么它特别把这一份给它找过来 等一下我们再绣好了 好来您先讲 您先说 那么其他还有呢 你像这种 看这个 这是古代的一个典型的 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棉床 那为了要配合花博呢 所以我们找的这些东西 尽可能采取花的图案 像这个床前面这个踏脚凳 这就是花的图案 那这个床上面有这样子一件衣服 那这件衣服是大有来头 这个是要感谢 就是当年起造人陈朝俊先生 他们的家属 他们带过来的 那这个东西呢 是当年的陈夫人曾经穿过的 而且这一件衣服的布料 是当年从法国巴黎来的 从巴黎来带来布料 然后请台湾的师傅做了一件 这个就是当时流行的一件服装 一个外衣送给陈夫人穿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年 这两位这个间谍情深的一面 那这个是真正道道地地 大概一百年的故事 那除了这个呢 还有什么其他吗 那当然还有非常多 例如说这里 这个也可以介绍一下 好 这个别墅的主人 他要招待很多的朋友 招待他的客户 所以说要吃饭 那那个年代是怎么样吃饭呢 那个既然是一栋都多市的别墅 当然是一个西方的餐桌 可是呢 他上面摆的这个餐具 如果说您注意看的话 请看这里 他这个是英国式的 所谓古词的餐具 可是呢 他摆的并不是刀叉 这是什么 而是象牙做的筷子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中餐西吃 就是因为我们吃中餐的时候 是把很多菜啊 五六盘可能是放在一个桌子上 那西餐的话 就是每一个每个人分配一部分 那可是呢 这个东西用西餐的餐具吃 那据说了 我们曾经访问过一位 九十多岁的老太太 老阿嬷 她说她曾经到这个地方来吃过饭 但是她吃饭的时候 刚好倒过来 是所谓的西餐中吃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拿筷子吃的 她说她这边吃过什么家里炖肉啦 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那这个七百件的这个古董 价值大概多少 你们好像也花了很大的力量 要去维护 甚至要保护它 否则到时候人这么多进去 怎么维持呢 这个有关于这个古董 当然除了投保高额的保险以外 多少上亿啊 这个非常难说 那么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 我们一个预防式的做法 这个也可以透露 就是像这种瓷器的这种东西 因为它是非常脆弱 而且随便 比方一个小朋友跑过去 就可能把它给撞到 是非常危险的 为了这个呢 所以说有一部分的这一些瓷器 是放在一个桌子上 可是我们加了一点胶水 把它黏在那个台布上面 然后比方咖啡杯 那都是Wedgewood 就英国最有名的牌子 而且那是真正一百年的Wedgewood 还不是新的 那所以这些东西太宝贵了 咖啡杯把它底下涂一点胶水 暂时粘在咖啡盘上面 咖啡盘再给它底下涂一点胶水 暂时粘在台布上面 于是这样就safe 这样比较安全 我们还做过很多这一类的预防措施 好 待会我们还可以看看 还有哪一些东西 那么待会这个光晴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圆山圆区 其实说真的 它呢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交通很方便 因为你如果搭这个台北捷运的话呢 那边就直接有个圆山站 圆山站出来呢 你就可以到这个入口了 对不对 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来看看圆山圆区又怎么逛 马上回来